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快乐快乐就是让他痛苦的意思吧 要让他痛苦一下 要排两个钟头才排得到一件 游玩 看电影要排两个钟头才买得到一张电影票 叫他来拜三千佛 No 叫他来听见无法 不要 他宁愿去交通 堵塞好几个钟头在路上 对不对 众生就这样 心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我们过农历年了 怎么样 去清净农场 或者去拉拉山 或者是摘一个什么 水果水蜜桃 开车 正路 通通堵车 堵了好几个钟头 然后呢 拉拉山的 你去买几颗水蜜桃 是不是比较省钱我不知道 我没去过什么拉拉山 我只知道我拉拉肚 每天都附屈 拉拉肚 是不是 好 开个车子几个钟头去 去 拉拉山 摘一个水蜜桃 再回来 然后身心疲惫 这样叫做人生 这样叫做人生 你没有这样子依靠 人生怎么过他不知道 真正的你在菜市场 买 才两百块就买了好几颗了 你不需要开七八个钟头 在那边堵车 对不对 你要吃水蜜桃 有啊 菜市场多的是 可是 一定要这样叫做众生 这样叫做快乐 把自己弄得很迷茫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就是 所有生命通通纳费在这个地方 看电影排两个钟头 还有网卡 玩二十四个小时的 日以继夜 我们也听说过念佛 念二十四个小时的 网卡有人三天三夜的 用那个造业的心来念佛 各个往生 而且是上品上身 上品上身